尽管目前外界对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担忧逐渐消退 不过也有经济学家警告 中国经济正在呈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相似的迹象 野村证券经济家从中国快速累积的杠杆率 潜在增长速度的下滑和上涨的房地产价格的三个部分 来提醒国际社会不要低估这些具有警告意味的信号 究竟中国经济是不是有陷入金融危机的可能 我们今天的焦点纵横为您深入探讨 吴教授您好 你好 有经济学家指出中国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风险正在增加当中 因为出现了过去日本美国以及部分欧洲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前的征兆 比如房价高涨 杠杆比率快速增长 以及经济潜在成长下降 请教老师您的观察 是 中国金融它有系统性的风险 我想已经不是新鲜的话题了 那我们也就知道到在2003吧 或是2000年初 那时候这个张家敦 他已经有一本书出来了 就叫《中国即将崩溃》 他这个论点最重要的就是说 中国这个金融它会有系统性的风险 那这个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举债 那个时候是中央在这个举债的 可是经过十年 好像中国不但没有崩溃 连他们这个经济 好像也都在往这个崛起的这样种方向来走 所以就被人家嘲讽了 说他讲错了 但是到2008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全球金融海啸出现的时候 然后在中国那个时候 就用四兆的人民币来救世 这个四兆里面有2.8兆 是地方政府的这种债 地方政府的债跟中央的债是不一样的 因为过去这个中央债它可以用一些的方式 然后把它这个打消 地方政府的债非常难用这样一种方式去抵消 所以地方债还会引起这个银行 这样一种它这个借贷 借出这些钱就收不回来 收不回来 那当然作为银行它是会有倒闭的这种风险 所以最近几年在这个地方债就被讲得非常的多 然后就非常的危机非常危险 而且现在他们也有影子银行 所以这个中国那个债 那个是非常危险的 而且他们现在那个通货膨胀 然后这个资产膨胀 所以结果是泡沫经济 其实是非常严重 那他们这个房地产 那真的是居高不下 那个打也打不了 那不能打 那又不能放 所以现在就是在金融方面 这个引起这个非常大的这样的危机在后面 所以在这个 这个已经大家已经讲了好几年 那是不是现在真的是迫在这个媒介了 所以他们的金融性的系统风险 那我们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 说不定发生 然后就说不定明天它就会发生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有防患才对 好几年 谢谢大家